各位,去年10月15号,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,发表了长篇讲话。 据说呢,中间还有很多脱稿即兴的部分。 一年之后呢,习近平讲话全文发表了。 我没有看到很多参加座谈会的作家、艺术家们的讨论。 到时网上呢,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讲话中提到的112位艺术大师的名单,世界各国。 这个名单呢,很有意思。 其中有些地方啊,很值得推敲。 比方说,除了中国以外呢,为什么俄罗斯跟法国的作家、艺术家特别多呢? 这个是单单是因为文学艺术史的观点呢? 还是因为法国革命、苏联革命跟中国革命在革命模式上的相通,以及文化观念上的相联系呢? 又比如,为什么日本是一个空缺呢?等等各种问题。 我相信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讨论。 不过今天呢,我想先谈一个跟我个人专业比较有关的问题。 那就是鲁郭毛巴老曹。 大家要是注意看,全部12个这个112位艺术大师的这个赛名单中间啊, 只有一次是这种所谓群体缩写,就是把六个人啊,变成了一个概念。 啊,这个鲁郭毛巴老曹显示了,呃,习近平对文艺界情况的熟悉。 也说明了这个概念的特定含义啊,对于那些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来说呢, 好像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。 但是,鲁郭毛巴老曹这个概念, 这个现代文学史上的作词排名,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? 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? 它是因为王瑶等等新文学史搞的章节排定, 还是因为周扬的五十年代初的一系列讲话, 或者可以追溯到更早, 说起来是半部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。 呃,鲁郡排在最前面,照理说是最没有意义的, 啊,不仅在毛泽东新民族主义论资之后, 当然鲁郡的地位是这个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, 就是鲁郡生前吧, 他其实也已经被文学界, 尤其是广大这个文学青年视为新文学的代表了, 但并不说明当时没有人非议鲁迅。 呃,鲁迅非常痛恨的所谓自由主义派, 呃,胡适啊, 陈锡营啊等等, 他们呢, 这些人在评论鲁迅的时候, 虽然不喜欢鲁迅的激进的立场, 但也都承认鲁迅小说的成绩, 批判鲁迅最厉害的, 在文学史上导致鲁郭某巴老挫中间的第二位人物郭默若, 呃, 原因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, 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年轻的革命的文化人, 比方说,呃, 冯乃超, 钱信春, 夏衍等等, 后来这些人都是左连的骨干的, 他们当时就批判鲁迅矛盾, 说他们毛保守过时, 其中最尖锐的一段话, 出自于郭默若的一篇文章, 叫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, 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, 说这个鲁迅先生啊, 这个他的时代和阶级性已经完全决定了,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,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, 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,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, 以前说鲁迅是新建过渡期的反革命分子, 说他是人道主义者, 这完全错了,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帝, 这法西斯啊, 这个在所有批评鲁迅的言论当中, 这是最严重的一次指控, 鲁迅当时没有正面回答, 后来呢, 借机会呢, 他曾经讽刺郭沫若, 是才子家流氓, 其实鲁迅呢, 他毫不淫晦, 他一向不喜欢创造社, 创造社里边他只跟约达夫是好朋友, 原因呢, 他解释也是因为约达夫没有那副创造像, 就在那一次左翼年轻人对鲁迅的批判以后不久, 同样是这批左翼的文人呢, 接到了地下党的指示, 要去跟鲁迅道歉, 承认错误, 在他们承认错误以后, 部分的满足了鲁迅的这个心情, 这个我们不是说虚荣心吧, 至少是自尊心的弥补以后, 鲁迅呢, 就出面, 答应出面担任这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 名誉上的领袖, 当然了, 我们都知道后来啊, 他跟这个四条汉子弄得也很不愉快, 我一直以为呢, 这个是瞿秋白, 因为他跟鲁迅是好友, 在幕后调停, 后来看到了朱正的鲁迅传呢, 才知道原来呢是李立三,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, 实际上的负责人, 这个李立三呢, 他在指挥这个统战鲁迅, 这个立三路线呢, 现在看来是很很错误的, 极左的, 但立三路线的确跟左翼有关, 据说李立三当时还和鲁迅见面, 请鲁迅为他的正纲背书, 被鲁迅呢, 拒绝了, 1989年的慈海啊, 这个负责现代文学部分的修订, 名义上是孔罗孙李子云, 实际上呢, 是我跟陈思和, 就复旦大学的陈思和的, 在具体工作, 我们呢, 当时呢, 都是年轻人了, 我们也利用这个权力呢, 把徐志摩, 约达夫等人的条款, 删了很多, 改了很多, 但是, 鲁过毛, 当时我们收到上级的指示说, 不归我们管, 我们说, 不是现代作家都是我们改的吗, 他们说不是, 这三位呢, 是党史人物, 我当时真不懂啊, 因为据我知道, 矛盾呢, 的确是21年就入了中国共产党, 他参加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, 后来227年的时候跟党脱离了联系, 可是鲁迅跟郭沐若, 似乎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啊, 后来呢, 看多了一些资料, 多了一些阅历, 才明白上级英明啊, 鲁迅和郭沐若, 他们的价值, 他们的地位, 他们的名声, 的的确确跟党的历史有关, 说实在话, 鲁郭毛八老曹, 今天人们最想不通的, 就是其中的第二位郭, 他的文学成就在矛盾, 或者是在巴金老舍朝语之上吗? 今天很多人啊, 对于郭沐若, 尤其是他晚期的一些言论文章啊, 颇有看法, 比方说我们刚才举的例子, 当年凭鲁迅那么酷渴, 法西斯分子, 鲁迅去世以后, 他马上又崇敬悼念, 把鲁迅跟王国为孔子并列, 说鲁迅啊, 这个骂了我一辈子, 可惜他已经死了, 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, 鲁迅死后, 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, 之后呢, 郭沐若呢, 还写过二十几篇文章, 赞扬鲁迅, 最精彩的是在文革当中, 郭沐若说, 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, 他会多么高兴啊, 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, 冲锋陷阵, 跟我们一起,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, 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。